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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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 因缘变化 不离当世人的造作行为 由于这些成因与助缘条件 都是我人自己的造作 并且自行植入当世人最深层的潜意识 佛教位之阿赖耶识 此后 等这个造作的能量饱足 则现行为我人今生的境遇 佛教位之果报 根据这一点 我人今生的每一个惠遇 其实是横射山时 过去 现在 未来时 互为因果的造作影响 换句话说 如是因 如是果 为魔今无我苏云 欲知前是因 今生受者是 欲知后是果 今生做者是 经文教导无人了知 因果关系 不仅由自己造作的每一个 身口意行为所构成 而且 它是横射山时 我人想要有好的果报 就得由自己的行为 造作开始修正 因此 修行 practice 是为先修正自己的观念 建立正确的知见 并且落实在日常生活中践行 第三 因缘瞬息万变 造成因缘瞬息万变的主因 来自行为造作的三个渠道 声 口 意 分分秒秒我人之所思 所想 所作 所为 它就是因缘的组成因素 分分秒秒的投射 导致分分秒秒的瞬息万变 因缘虽然瞬息万变 然其变化的轨迹 始终不离当世人自己的造作 第四 因果不媚 罪福不二 意志 我人经常受命运的束缚 也就是受因果的束缚 然而 思维突破 帮助我人了知 因果是不灭的存在 然而 就其终极本质 则罪服恶者 来自同一本源 因此恶者是无恶无别的 换句话说 在现象界 我人应该以大无畏心 坦然面对因果不灭的事实 然而 就终极本质而言 所有的 善恶 宠 入 生 死 等恶元对立 来自同一佛性 是为 罪性本空 或称为 罪福不恶 这种大无畏心 也就是 能量着生的 另一股 强有力的 力道 第五 随顺因缘 事意 了知因果的重要性 方知 随顺因缘 然而 随顺因缘经常被误解为 想做就做 不想做 则弃之如必喜 必知 唯恐不羁 这是错误的人生观 正确的因缘观应该是 因上 积极创造善缘 果上 随缘放下 则 了无烦恼 第六 结论 改变因缘 改变命运 改变世界 平日的 平日的几年圣星 是守护 因缘的最佳良方 因为 因缘没有好坏 一切唯心造 自己的历史 自己写 自己的福田 自己培制 知识之故 因缘是透视人生的第一扇窗 改变因缘 就能够改变世界 最后 圣玄公祝 国泰明安 战役圆满 并爽和福 千祥云集 万福并争 每周五早上七点 不见不散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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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